秋日的姑苏总会下雨 每下过一场雨 雨水从湖边的叶子上落下来 似乎一并将其中的绿色带走了 湖面似乎就更比例了一些 魏无羡十分喜欢这种颜色 他在他的水彩笔中 没有找到这个颜色 小脉部的位置在湖边 与湖暗就隔着一条不宽不宅的石板路 魏无羡闲在家等蓝忘机太无聊 每次经过小脉部时 小脉部的爷爷朝他热情的挥挥手 魏无羡就不肯往前走了 魏无羡不喜欢下雨天 魏无羡对脏色说 我要去小脉部里面躲雨 脏色说 不是有伞 由于一看到外面下雨就愁眉苦脸 脏色想了想 给他买了把花花绿里的伞 魏无羡果然很高兴 愿意撑着伞在雨中走路了 现在伞对魏无羡的吸引力 已经慢慢变弱了 魏无羡收了伞 二话不说地钻进了小脉部里 他发现自己长高了一点 已经不需要费劲地点起脚 才能够到玻璃柜面 他兴奋地把这个发现说给脏色听 脏色笑着调侃 那你是吃了爷爷多少糖果 魏无羡开始绞尽脑汁的回忆 老爷子摸了摸魏无羡毛茸茸的脑袋 让魏无羡不要想了 省得把小脑袋想累了 小孩子长得快 也没过多久 就长高了 脏色笑了笑 和他寒暄了几句 他之前就经常听魏无羡说起这位大爷 说是放学的路上会给他糖吃 脏色听完被魏无羡的心大吓了一跳 不可以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脏色语重心长地告诫魏无羡 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 我知道我记得 魏无羡很有见解 说道 蓝湛在 我才吃的 要是蓝湛不在 我才不会吃 蓝忘鸡虽然比魏无羡大两岁 但毕竟也是个小孩 脏色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 那要是哥哥和陌生人是一伙的怎么办 两个人连起手来 把你给骗走 这个问题让魏无羡的大脑当机了片刻 过了一会 他的脸上露出气愤的神情 为蓝忘鸡鸣不平 胡说 才不会 脏色的心思打了个叉 慕明感觉从魏无羡对蓝忘鸡的提防心来看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小卖部的老爷子是个好人 老伴去世的早 这些年儿女一直在外务工 生怕老爷子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 就给他开了个小卖部 赚不赚钱是次要 主要用来打发时间 这也是魏无羡能够得到 那么多免费糖果的原因之一 脏色知道这件事后 心里过意不去 还给老爷子送过一次钱 被拒绝了 老爷子的意思很简单 看魏无羡有缘 心里喜欢得紧 这话说的脏色心中飘飘然 他有个人见人爱的儿子 真是让人感到骄傲 不过一马归一马 脏色坚持要把钱给老爷子 老爷子固执 说什么都不肯要 脏色争不过 便让魏无羡有时间多陪爷爷说说话 魏无羡欣然同意 并且得寸进尺的要留在小卖部等安忘鸡回来 脏色很早就发现 魏无羡是一个丝毫不恋家的人 自打第一天学会走路开始 就整天想着出门折腾 不过脏色从不认为 孩子是自己的所有物 他说怎么样就该怎么样 脏色揉了揉魏无羡的脑袋 认真的商量 如果你不给爷爷添麻烦 也不乱跑的话 就可以 魏无羡立刻保证自己会听话 整个人看上去是一副乖巧的不像话的模样 脏色狐疑的看了魏无羡一眼 魏无羡就举起手 对天发誓 看得脏色哭笑不得 目送脏色离开后 魏无羡卸下了伪装 大摇大摆的巡查起货架上的零食 这些零食有着花花绿绿的包装 很多他都是第一次见老爷子看他一脸稀奇 就让他想吃什么随便拿 魏无羡摇了摇头 口是心非的说 我就看看 老爷子笑了笑 没再多说 而是拿了一盒无子棋过来 问魏无羡会不会玩 魏无羡看着一堆黑白的圆形棋子 沉默了一会 摇摇头说不会 老爷边戴上老花镜 便说 这可有意思了 陪爷爷玩一会 魏无羡点点头 很快掌握了无子棋的规则 他心中甚是得意 说了好几次 有时间我要招篮站完 老爷子看他兴致勃勃的模样 温和的笑了笑 雨季总是怜眠的 老爷子打开有些老旧的收音机 随即播放一首歌 魏无羡玩累了 就趴在玻璃桌上 听着不知道歌名的歌 看外面的雨 雨落在树上 湖面 石板上 每一刻都是轻盈的 老爷子看了一会 魏无羡那颗聚精会神的脑袋 柔有兴致的问魏无羡看什么 魏无羡回答 看水什么时候回溢出来 老爷子觉得魏无羡很有想法 但是他活到现在 还从来没有见过湖水溢出来 他正想和魏无羡说道说道 魏无羡忽然跑了出去 朝远处挥手 他就知道 是另一个小孩回来了 魏无羡迎接人的方式千奇百怪 这一次算是比较正常的了 他有时候是偷偷躲起来 等到蓝忘机路过时 再忽然跳出去把人吓一跳 有时猛地从背后抱住蓝忘机 很幼稚地问一句 猜猜我是谁 蓝忘机会被吓到 但不会生气 反而会看着魏无羡轻轻地笑 老爷子很少看到这个小孩笑 小小年纪好像就已经有了不少沉重的心事 但明明笑起来那样好看 蓝忘机把伞举到魏无羡的头顶 魏无羡回头挥挥手 说了声再见 两个人就手牵着手慢慢回去了 脏色很惊讶 以魏无羡耐不住寂寞的性子 竟然能够学会等待 并且在等待的时间里还偷试学艺 学会了无字棋 像棋 跳跳棋 甚至是扑克牌 魏无羡学有所成 甚至还有一次赢啊 于是在家里 也在蓝忘机面前要舞羊威了好几日 傍晚 蓝忘机写作业时 魏无羡就趴在旁边 在白纸上画棋盘阁 蓝忘机默默地看了他一会 眼看着魏无羡的下巴 就要碰到棋盘阁上了 忍不住用手接住那个摇摇欲坠的脑袋 魏无羡不明所以 抬眼看着蓝忘机 蓝忘机捧着魏无羡的下巴 往上抬了抬 把一路学老师教导的内容搬出来 坐姿要端正 魏无羡傲了一声 把头抬起来 继续画棋盘 蓝忘机看了一会 走到魏无羡身旁 轻轻按住魏无羡的肩膀 说道 被要挺直 魏无羡皱了皱眉 但还是听话的把被听起来了 虽然主要目的还是不想有人继续打扰他画棋盘阁 刚刚被打扰了 直线都画歪了 蓝忘机看着那颗乖巧的脑袋 摸了摸 用手轻轻揉了一下 接着发自内心的肯定 很乖 这两个字对魏无羡来说有点陌生 于是目光不自觉的从棋盘阁上一开 落到了蓝忘机脸上 蓝忘机轻轻的笑了一下 让他继续画 晚上 魏无羡很是宽慰的总结 现在蓝湛总是会对我笑 这支从棋盘阁上一开